我们可以看到啊,始终是永久免费的 180天后呢,来续签就可以续签下一年了 比如说,我们必须在失效日期之前进行这个续签 点击这个更新DNS就可以了 可以先用上面这个来给小伴查看一下 我们进行这个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粘贴上去呢,就直接变成这个中文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域名呢,也是中文的 哈喽各位小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来吃辣条的小强 今天呢,主要来跟小伴分享一下 如何白嫖永久免费的中文域名 是的,你没有听出来是中文域名 并且呢,将它托管到Cloudflare进行这个实际应用 哪怕你是小白啊,可以说呢,也是有所就会的 好,下面呢,我们就废话不啰嗦,进入这个时操教程 本期的相关资源呢,都整理到我们博客这里啊 博客链接呢,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或者简介区,小伴点击这单 首先呢,我们先要注册一个Cloudflare的账号 以后可以接收验证码的免费邮箱就可以注册了 这里呢,是这个样板网站 小伴也可以打开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中文域名 首先呢,我们注册网Cloudflare的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要打开这个身份信息生成网站 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域名的注册地址 回到这里,我们直接打开这个注册地址 好,我们往下啦,点击第一个选项 然后呢,点击这个注册 好,来到这里呢,第一个是要输入我们的用户名 小伴呢,可以各取所书,必须有五位数 输入完名称之后呢,我们再输入一个全名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身份信息的全名 然后粘贴上去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邮箱 这个邮箱呢,建议小伴填写真实邮箱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手机号 我们必须按照它的格式 加一,然后一杠 我们回到这里,复制我们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们把多一的横杠删除掉 好,这样的号码就可以了 然后呢,填写我们的地址 按照一个数字 然后还有详细地址 我们回到这里,复制我们的接牌号 然后呢,粘贴上去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必须用英文的逗号 空格 然后呢,再复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程式 粘贴上去 同样,英文的逗号 还有空格 然后再复制它的简称 简称,然后空格,还有邮编 最后呢,输入两次我们的密码 要大小写英文 还有数字 不低八位数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勾选这个验证 好,出现这个页面呢 我们有已经注册成功了 下面呢,我们到邮箱去查看一下它的验证信息 好,我们来到这里刷新一下邮箱 好,正常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收到它的验证信息了 如果收不到的话呢 小伙伴记得去看一下我们的垃圾桶 好,下面呢,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好,出现这个页面呢,证明就验证成功了 下面呢,我们再回到主页 我们点击第二个选项进行这个登录 好,输入我们刚刚注册邮箱 然后点击登录 好,它会显示让我们填写密码 填写完之后呢,我们再勾选这个验证 然后进行登录 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翻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事 好,这个时候呢,需要进行这个KYC认证 也有说神明认证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上传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选择完这个上传文档呢,我们再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全民已经帮我们填写了 然后他问我们注册这个域名要干什么 我们可以填写网站或者博客 我们就填博客 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要上传什么样的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就是KYC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下面两个选项 我们正常的话选择第一个选项就行了 有时候上传他的正面相关信息就可以了 那这个相关信息我们在哪里获取呢 我们回到这里,回到这个身份信息 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就是直接进行这个截图 保存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们进行这个截图 然后进行这个保存 复制好这个截图的名称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回到我们博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身份图片 信息生成点击直达 在这里填写上我们的姓名 还有我们的ID 然后进行这个生成 这里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格式 都是可以的 小伙伴呢,可以在两种方法 任选一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里 好,我们进行这个上传 点击上传文件 粘贴上我们图片的这个名字 然后打开它 好,上传成功 然后我点击上传 这个页面呢,可能会稍微有点久 我们耐心等待它上传 就可以了 转到这个页面 就证明我们的KYC已经上传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注册了一个域名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提供的这个地址 进行这个登录 好,打开这个网址之后呢,我们就已经正常登录了 如果整个页面看不懂的话呢,我们可以 右键将它切换为这个 简体中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写的是什么信息 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域名的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这个注册域名 好,在这里呢,就可以填入我们想要的这个域名注册 那我们如何注册我们的中文域名呢 其实很简单,回到我们博客这里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中文进行这个转码 打开这个转码地址 输入我们想要的这个中文名称 然后呢,将它进行转码 然后我们复制好这个转码 然后回到我们的域名 好,回到我们的域名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粘贴上我们的转码 好,粘贴上我们的转码之后呢 就点击确定 好,这个时候呢,需要填入我们两个DNS 我们需要登录我们Cloudflare的账号 好,我们登录到我们Cloudflare的账号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添加这个域名 这个时候呢,就输入我们想要的中文域名 然后点是必须是英文的点 然后还有我们后缀 US.KG 然后呢,点击继续 然后呢,我们选择免费的套仓 一定要选择这个横向的,它是免费的 我们就点击继续前往激活 好,确认 我们来添加这个DNS 单击就可以进行这个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的域名 填写第一个 然后再回到这里 复制第二个 好 粘贴上去 然后我们往下拉,点击这个确定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点击我的域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域名已经注册成功了 然后点击意表盘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账号呢,是可以注册三个域名 我们已经注册了一个域名 在这里呢,就是它的圆码 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注册两个小半 记得180天后来这里再重新签到 这样呢,我们就会永久拥有这个免费域名了 基本上呢,每180天来签到一次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签到呢,我们可以往下拉 点击管理我的域名 然后点击这个域名 这个时候呢,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始终是永久免费的 180天后呢,来续签就可以续签下一年了 比如说,我们必须在失效日期之前进行这个续签 点击这个更新DNS就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永久免费的中文域名 好,下面回到这里 我们来点击检查服务器 好,基本上呢,耐心等待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我们在哪里查看呢 点击这个小云朵 好,我们往下拉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现在呢,我们的域名已经成功 托管到我们CloudFair 那如何将我们的这个中文域名实际运用呢 像我一样啊,直接绑定为我们这个博客的王者 其实啊,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在这里呢,就以我在这个CloudFair搭建了一个博客为例 我先找到我博客的项目 好,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绑定了两个域名 我们虽然注册的是中文域名 但是呢,我们绑定的时候依然要填写它的转码域名 点击自定域域名 来绑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自定域名 我们点击四字域 然后回到我们注册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复制一下我们的这个中文域名 然后回到这里 粘贴上去 然后点击继续 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选择激活域 我们就点击激活域 好,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 变成这个有效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可以先用上面这个来给小伴 查看一下 我们进行这个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粘贴上去呢 就直接变成这个中文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域名呢 也是中文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绑定的这个域名生肖之后呢 同样也是会用这个中文域名来访问的 下面呢,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它的验证 生肖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呢,是长短不一的 最长时间呢,有可能是要两天48小时 最快的话呢 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都是可以的 等待了差不多三至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已经变成有效 下面我们就访问这个新的域名 好,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共享科技这个域名了 这样呢,非常适合用于小伴打造我们个人品牌 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科技共享 这两个中文域名就这样成功绑定在我们博客 小伴呢,也可以用来绑定网站之类的 好了,我们本期的相关事件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小伴遇到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更好的建议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 我看到的话呢,也会一一进行这个回复的 感谢小伴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